室内晾衣快钱不臭?就靠旧报纸,前欲经无妙招。 鱼总是吓得不停,晾衣问题更让外宿族困扰。 在外面租房子只能碰运气,有时连晒衣处都没有,更不用说空衣设备。 于是洗前净的衣服只能晾在小小的房间里,不出太阳的日子里要等衣服前,简直比登天还难。 日本家世专家每天想死听见了外宿族的心声。 他提出了。室内晾钱衣服得五大对策,让洗好的衣服既快钱又清爽,再也没有湿湿的怪味。 第一招,选用有头气大洞的洗衣篮。 每天想死指出,每天穿脏了的衣服最好可以晾钱,让脏衣服里面的湿气发散,如此一来便可以避免衣服在室温下产生臭味。 所以,洗衣时,污垢也比较不会残留在洗衣机里。 当然,这不是要你把脏衣服都再用衣架晾起来,只要选用有头气大洞的洗衣篮,就可以让室内不再有一股脏衣服的味道。 第二招,洗衣前先将衣服翻面。 许多人认为,洗衣服要翻面,是为了防止衣服掉骰、沾色,却不知道洗衣方面也是防止衣服发臭,让衣服洗好块钱的秘密。 每天墙子指出,贴在身体上的衣服内面,往往吸附许多汗垢、皮脂,除了粘到调味料、泥巴等脏污的衣服之外,衣服都应该翻面洗才不容易发臭,而且缝线部分在外也比较容易钱。 第三招,衣服开始脱水前加入一条前噪的浴巾。 只要一个简单的动作,就可以让洗好的衣服脱水脱得更彻底。 每天墙子建议,在衣服洗好开始脱水之前,不妨打开洗衣机的盖子,放入一条前噪的浴巾,再盖上盖子,让洗衣机继续完成脱水程序。 即有浅浴巾,增加脱水衣物分量,就可以轻松地让平均含水量变得更低,刚洗好的衣服也可以因此脱得更浅。 第四招,衣服脱完水立即取出。 你是否经常忘记自己正在洗衣服,因而过了好一阵子才取出脱水衣物呢?如果不想让房间充斥量前衣服得意味,你可要注意了。 每天墙子提醒,洗衣机完成脱水程序之后,洗衣槽内的湿度几乎高达100%,可说是细菌滋生的温床,如果不尽快取出,当然容易散发臭味,建议设定手机闹钟,提醒自己正在洗衣服。 第五招,降低房内湿度,晴天开窗,雨天吹电扇,晾衣触地板铺报纸。 除了洗衣服的过程要注意,降低房间里的湿度也很重要。 每天墙子建议,晴天至少开窗15分钟以上,下雨天可以吹电扇让室内空气流通,还可以在晾衣处底下的地板上铺个几大张报纸,及由报纸油凉的吸湿能力来降低湿度。 此外,每天墙子也认为最好的晾衣地点是房间的正中间,因为在通风不良的墙边晾衣服,反而更容易凝结水器,衣服当然不会浅。 虽然有点占位置,但是不妨在家试试以上专家建议的五招,今年冬天再也不怕衣服晾不前。 雨总是下个不停,晾衣问题更让外宿族困扰。 在外面租房子只能碰运气,有时连晒衣处都没有,更不用说空衣设备。 于是洗前净的衣服只能晾在小小的房间里,不出太阳的日子里要等衣服前,简直比登天还难。 日本家试专家每天想死听见了外宿族的心声。 他提出了。室内晾钱衣服得五大对策,让洗好的衣服既快钱又清爽,再也没有湿湿的怪味。 第一招,选用有抖气大洞的洗衣篮。 每天想死指出,每天穿脏了的衣服最好可以晾前,让脏衣服里面的湿气不清。 发散,如此一来便可以避免衣服在室温下产生臭味,洗衣时,污垢也比较不会残留在洗衣机里。 当然,这不是要你把脏衣服都在用衣架晾起来,只要选用有抖气大洞的洗衣篮,就可以让室内不再有一股脏衣服的味道。 第二招,洗衣前先将衣服翻面。 许多人认为,洗衣服要翻面,是为了防止衣服掉骰、沾色,却不知道洗衣翻面也是防止衣服发臭,让衣服洗好快钱的秘密。 每天墙子指出,贴在身体上的衣服内面,往往吸附许多汗垢、皮脂,除了粘到调味料、泥巴等脏污的衣服之外,衣服都应该翻面洗才不容易发臭,而且缝线部分在外也比较容易钱。 第三招,衣服开始脱水前加入一条前噪的浴巾。 只要一个简单的动作,就可以让洗好的衣服脱水脱得更彻底。 每天墙子建议,在衣服洗好开始脱水之前,不妨打开洗衣机的盖子,放入一条前噪的浴巾,再盖上盖子,让洗衣机继续完成脱水程序。 极油前噪已经稀湿,增加脱水衣物分量,就可以轻松地让平均含水量变得更低,刚洗好的衣服也可以因此脱得更浅。 第四招,衣服脱完水立即取出。 你是否经常忘记自己正在洗衣服,因而过了好一阵子才取出脱水衣物呢?如果不想让房间充斥量前衣服得意味,你可要注意了。 每天墙子提醒,洗衣机完成脱水程序之后,洗衣槽内的湿度几乎高达100%,可说是细菌滋生的温床,如果不尽快取出,当然容易散发臭味,建议设定手机闹钟,提醒自己正在洗衣服。 第五招,降低房内湿度,晴天开窗,雨天吹电扇,晾衣触地板铺报纸。 除了洗衣服的过程要注意,降低房间里的湿度也很重要。 每天墙子建议,晴天至少开窗15分钟以上,下雨天可以吹电扇让室内空气流通,还可以在晾衣处底下的地板上铺个几大张报纸,及由报纸油粮的吸湿能力来降低湿度。 此外,每天墙子也认为最好的晾衣地点是房间的正中间,因为在通风不良的墙边晾衣服,反而更容易凝结水器,衣服当然不会浅。 虽然有点占位置,但是不妨在家试试以上专家建议的五招,今年冬天再也不怕衣服晾不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